大批人潮擠在西州大橋 人手一擊對著遠處狂開 沿路路間全停著汽車打雙黃燈 橋上瞬間變成停車場 警方到床去離 一台台汽車駕駛見轉 開始往車道切出 喇叭聲似起亂象一片 我們要離開 然後車子一直衝出來就會 怕會撞到 你們大概三個解剖車 超多的 究竟是什麼畫面 讓大批民眾不顧安危 也要半路在橋上下車 催催煙火蹦蹦蹦 在高空炸開五顏六色 原來六號晚間 雲林縣政府舉辦議政文化祭 在西羅大橋 施放600秒高空焰火秀 替國情煙火打頭陣 想不到太過美麗 讓整條西州大橋 成了絕佳視角 橋上就是車子啊 低車啊 在國的啊 他們整排停降 就是不太安全 就是要在廣場 比較空旷的地方吧 那本分局就要報案後 立即派遣警力全網勸導 並驅離民眾 在橋樑停放車輛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 可能儲新台幣有300元到600元的罰款 由於西州大橋橫跨彰化及雲林 北斗分局及西羅分局 都出動盡力勸刀驅離 背景大橋上根本不得 零停下車 更不能為了看焰火 影響交通 民視新聞 林文華蔡松林 整話雲林報導 COVID-19來勢洶洶 民視新聞為你提供最正確的防疫資訊 趕快拿起MOD遙控器 四選五十 四選二十 加入民視新聞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